说到金庸笔下最羡慕谁 很多人都会说是 入点记得韦小宝 韦小宝不仅聪明绝顶 而且位居高位 还有七个谢煞旁人的老婆 无论谁都想要这样的好事 很多人都想知道 韦小宝七个老婆之中 谁才是最爱她的那个人呢 双额是韦小宝七个老婆中 韦小宝最忠诚的一个 而剑林公主从小在皇室长大 正因为如此 所以刁盲无礼 虽然她喜欢韦小宝 但有时候也把她当下人一样对待 所以谈不上是最爱 穆建平出身穆王府 可谓大家归秀 没怎么接触过世面 思想狠是当者 在韦小宝的花言巧语之下动了心 这个爱包含了王姓 谈不上是最爱 方怡前妻是心不甘情不愿 后期是因为韦小宝所作所为而感动 才答应做韦小宝老婆 而苏权因为韦小宝 让她做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不然的话她的眼光是看不上韦小宝的 阿科是七人之中最漂亮的 也是韦小宝最喜欢的一个 但却不是最爱韦小宝的 最后一个真楼 相对于其他六个老婆 真楼对韦小宝的爱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爱情 所以说真正最爱韦小宝的应该是真楼 今天市井春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